这 怎么可能 平时就算二十个特种兵 我也不放在眼里 他的速度怎么那么快 力量那么强 不好 有人中风了 这是京城魏老 魏老可是帝都八大豪族之人 身份地位无比尊崇 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爷爷您没事吧 爷爷 爷爷您可千万别下子灵了 都让开 小妹妹 我来给你爷爷施救吧 请相信我 滚滚滚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给魏老看病 如果魏老真出了事 你负得起责任吗 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农民工 他到底怎么混进来的 保安还不把这人丢出去 我也是受药了 你们凭什么帮我出去 你小子开什么国际玩笑 秦老是什么样的身份 会请你一个小乞丐 小妹妹 请相信我 你真的可以救我爷爷吗 北辰 这是北辰先生的令牌 小兄弟 你是北辰先生的什么人 他老人家如今身体可好 放心 我师父身体好得很 北辰先生难道是六十年前 玄乎济世 行走于天地之间 神龙县手不见尾的要往北辰 六十年前 如果说现在他还在世的话 那岂不是已经一百多岁了 好牛逼的秦树 魏老瞬间就活过来了 不愧是北辰先生的高徒 谢谢你 大哥哥 谢谢你救我爷爷 我叫魏子灵 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石云 石云哥哥好帅 秦树又这么高明 看着人也很淳朴 像他这样的人 世间已经很少见了 石云小兄弟 谢谢你 我魏翔这把老骨头是你救的 以后但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找我京城为家 能够得到魏老的这一句话 足以说明这小子已经一步登天 攀上了京城顶级权贵势力 那可是多少人一辈子 都不会有的机会啊 小兄弟既然是北辰先生的徒弟 那就是我秦天放的恩人 小双 带我给石云先生敬杯酒 好的 爷爷 不用啊 无双小姐 我不洗饮酒 喝可乐就好 尼玛还真以为你是个神医 原来北辟里居然使用这种手段 我说魏老怎么突然就中风了 这家伙肯定是专门刷选的目标 然后偷偷下手使人中风 最后装一拨好人 三向五穿把别人冰制好 既获得了魏家的恩情 又展示了一拨医术 更是圆润的装了一挥逼 这他门也太阴了 想不到这秦无双这么漂亮诱人 要是能让他成为我的人 坐上秦家的成龙快婿 那这辈子老子可就随便胡风坏雨了 无双小姐 如果你以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可以尽管找我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身体健康得很 就让你再蹦那几天 到时候你会来求我的 到时候就算我把你拖光光 你也得乖乖听话 十三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给你治病 我没病了 本来是没有 可是就在刚刚 你给试晕倒酒的时候 他给你暗中下了毒针 这根毒针如果不逼出来 要不了几天 你就会生患中病 十三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看我是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还真的有一根毒针 难怪他会说 让我身体有问题找他 原来这小人已经在背后对我下手了 可恶 亏我爷爷那么信任他 从一开始 他就是在故意安排的 让这些有钱人生病 然后借机展示神奇的医术 效果立竿见影 他从出现到现在 不到一个小时 便已经迈入华夏最顶尖的圈子了 如此天资角色的极品美女 竟然被一个垃圾富二代给炮走了 简直暴铁天物 这垃圾 等一下老子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你好 十三少 我在没有出山之前 就听说过你 你的名气真的很大 粉丝也有很多 听说你下棋很厉害 不知能否有幸和你切磋两局 其实我真正擅长的 并不是下棋 那阁下擅长什么 我擅长打脸 这怎么可能 平时就算二十个特种兵 我也不放在眼里 他的速度怎么那么快 力量那么强 就你这个三角猫水平 还想对老子下手 不过不得不说 这小子身体素质很强悍 承受了我三分之一的一巴掌 居然连牙齿都没打掉 只是云掉而已 放肆 石云先生可是魏某的救命恩人 你当众殴打石先生 是不把京城魏家放在眼里吗 十三 你今天做的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十三少该不会嫉妒别人了吧 尽一言不合 下次狠手 太嚣张了 有钱有势 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 不讲道理吗 爷爷 你们都误会十三了 兴时的不是好人 刚才魏老中风 都是他下的毒手 又上演救人的戏码 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魏老的信任 继而得到魏老背后庞大的资源 刚才他还趁我敬酒时 叫我施以毒针 要不是十三及时发现 我怕是也要中毒而亡了 这就是证据 诸位不信的话 可以搜搜他身上 就会找到证据了 魏老也可以请医生做个体检 您可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还真有这一模一样的毒针 还有何欢散 龙羊丸这些禁药 堂堂神医弟子 怎么会身怀这些下流肮脏的东西 不好 大家为什么都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难道我被发现了 得找机会赶紧跑路才行 石云先生 你身怀这些禁药 并且还有这么多 与我体内取出的一样的毒针 这有何解释呢 谁说这是禁药了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种药都是有两面性的 比如和欢散在救治重症病人时 能起到兴奋提神的作用 这些你们知道吗 至于毒针 完全就是栽赃陷害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的 我敢发誓 但凡我有害人之心 天打五雷轰 这无耻的家伙 黑的都能给他说成白的 想不到你们竟是一群忘恩负义之徒 我算是看清楚了 老子真是瞎了眼 才会跟你们结交 十三 今日你坏我好事 老子必加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难道真是我们误会神医的徒弟了 看他发这样的毒誓 应该真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十三大佬这次确实是做得太过分了 十三 你这个坏人 向我为家于不义 你愿望好人 为非作歹 你一定会遭到报应吧 田狗对象榜定中 姓名 魏子玲 颜值9.7分 该女生对速主好感度 负60个点 田狗关系榜定 该女子对速主好感度 超过95点 则密集成功 奖励10%消费田狗金 奖励强化点50点 奖励技能 手语精通 纯语精通 古琴精通 古埃及文字精通 瑜伽精通 乒乓球精通 没想到 这小女娃年纪轻轻 会的技能还不少 果然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 不过好感度确实有点低啊 老板 小小女娃年纪轻